主料,高等250克,主料,牛奶125克,糖20克,酵母3克,黄油8克,耐酥粒20克,椰蓉线80克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除黄油与预留的精水外,其他主料与配料混合在一起,揉成光滑的面团,揉到扩展阶段,加入黄油,揉至面团能拉到薄膜,放入大碗中, 盖上保鲜膜进行发酵,温度大概28-30度,面团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大,指出排气,分成6等分,滚圆,盖上保鲜膜中止20分钟,然后用干面团擀开,放上椰蓉线,卷终长条,两端收口向下,放入温度大概38-40度的环境中,进行第二次发酵,生坏完原来的1.5-2倍,涂上蛋液, 撒上奶酥粒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里,180度,中层烤18分钟,表面转金黄色,即可戳炉,戳炉一致,往架上放凉,烹饪技巧,限量可以随自己喜欢更换,如果没有奶酥粒,也可以换果仁肉松或芝麻之类的,面包出炉不要第一时间进食,一定要放凉才可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